西紅柿 已經有花苞了 小兔給我的牽插的 這兒是一些小苗 Zinnia的小苗 我把這兒當做苗圃 再過來 這個是Tiny Tin Tomato 接了很多 也還有很多花 白桿柳葉空心菜 這個是Tiny 狗狗的空心菜 三種牽插的方法 加一個從種子開始 四個角 看不出區別 所以牽插方法都work 種子開始也沒有太慢 這裡一個是底部打洞 一個是側邊打洞 這個本來也是八顆 現在我煎了一下苗 變成四顆 看看種了密一點和細一點 到最後有什麼區別 這個是黑霸原茄 天羅給的苗 這裡已經有門茄了 下面的側枝就可以打掉 這是美花給的一顆白茄子 也長得很大了 自動浇水的 這裡是種了兩顆 H Mart的辣椒苗 這裡也是我 零食的放了一些Zinnia的花苗 現在一直沒有時間種下去 這是阿棟給我的兩顆 他從牛角椒 取出來的種子育的苗 這裡是一個秋葵 也是6月5號種下去的小苗 十天了 長得很好 這個土是自己配的 用Compost Peat mouse 還有圓土 這個也是自己配的 很小的一個苗是Zoukini 也是種下去不久 現在長得很快 已經有瓜了 雌花雄花都有 這個是屏東茄 拿到苗的時候是5月20 割了一段時間再種下去 又美觀 長得又好 再過來 是去年我在這裡 種了兩顆屏東茄的Grow Box 我在這兒種了兩顆 螃蟹苗 去年是種在比較當中 今年就種在兩頭 讓它空間上利用力更加高一點 像這一盆 基本上用了很少的土 現在也長得不錯 以後呢 我上面還有一些空間可以加肥 加那個Compost 這裡呢是一個比較晚種的 一個Pailio的西紅柿 直接買苗的 普通的花盆 這個稍微大一點的花盆 種了一顆 Better bush 這個現在長得很不錯 韓國黃瓜 你可以看到它長得很壯 不知道是因為品種好 還是我的那個自動浇水的水桶好 現在已經開始結了 而且一刮一結 沒有熊花 只有雌花一點都不浪費 買來的自動浇水的 我在這兒種了一顆 我在這兒種了一顆 靜岩絲號 這右邊是兩顆黃瓜 是Lex Farm的那個Sue You Blonde 它們在一個Sale裡邊就下了兩粒種子 都發芽了 我也沒有把它拆開來 我種在一起 現在 現在也長得很不錯 那稍後的時候呢 我又把另外一顆 種在這個花盆裡面 這個不是自動浇水的 側邊打洞 不是底下打洞 這樣的話呢 喜歡水的黃瓜 長得還不錯 所以今年想比較一下 這三種種植的方法 可以看出哪個結果比較好 這裡種了一顆韓國脆椒 剛剛發現有一點牙蟲 趕快噴了泥沫 盆栽 盆栽的好處就是 你發現有問題的話 可以繼續處理 或者把它移開 不要感染別的 四顆也是承插的 空心菜 用的是100%的那個 燙裡面免費的Compost 好像長得不是很好 種了兩顆蕉白 可能土有點少 還要再加一點水 加一點土 黃瓜 我故意放在比較陰涼的地方 有shade的地方 沒有全羊 梅頭和茄子呢 我放在光鮮好一點的地方 這個角落裡邊花盆難看一點沒關係 放在外面的呢 花盆要稍微漂亮一點 這樣的話從外面看上去沒有太難看 這樣還是不錯的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